机器对阵架的第三局上半场 发财哥这边是掏了一手蜘蛛啊 我刚才更加倾向于是红蝶 因为我觉得红蝶打这样地图 这套阵容上线会更高一点 蜘蛛呢是这样子 为什么当时我觉得蜘蛛排第二啊 就我觉得60%红蝶30%蜘蛛 是因为蜘蛛它其实 有可能出现一些 比如关键丝没连上 就像我们之前比赛安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一旦一波丝没连上 这个局有可能整局就没了 但红蝶的话呢 你可能一波蝶没有飞好 但是你还有后续的蝶 还得看发财哥吧 然后熟练度高的话 其实都一样的 就熟练度能够打的话都一样的 看一下 这把我会觉得 不能说就比如说这个阵容 你让荣荣打 那我觉得荣荣保平真胜 但是你这边发财哥 主要他的蜘蛛我们见的比较少 还得看看完以后再来说 真的不太好说 你挺难说的 这个阵容端 牵制能力三个人 都有足够的牵制能力 一个三刀 一个对吧 三颗球 还有一个棍子 每个人都能溜 这里第一波抓古董伤 蜘蛛抓古董伤 他得是加速躲掉棍 然后再上去顶一刀 看 这边虾哥 有一说一这把的话 其实穷者要 尽量去打一个三跑 要不然打个平局 马哥就要必须挣个三了 所以这局抓古董伤 我觉得还真的是 给到了穷者一些机会 因为这边古董伤 牵制起来的上限 我觉得是最高的 一棍 这一棍打的是蛮远的 但是这一棍 没能打出止格效果 点飞轮 好回身甩棍吗 再一棍 把蛛丝吃掉 还有一棍吗 没棍了 一刀打住 这边的话 想要回头跳一手 他想要就是回头 躲掉这一刀以后 一跳往前进板 但没能成功 没能成功的话 这边三连蛛丝 加一个闪现 直接带走了 野人这边来顶手 再补上一棍 新的棍子 这边再吃猪丝 扛扛扛扛扛扛 一刀打中的是野人 再扛 没能扛住 一轮牵制 修了两台半的机子 这个机子 对于穷者来讲 你说要保平 我觉得是可以 野人顶 这一波 这发财哥 是不是稍微的 炒摔了一点 你不能换抓的 这刀打在野人 上面的话 这古董伤就走了 那你抓不抓这个古董伤呢 抓这个古董伤 野人这波就算 一口蛛丝 野人这边就算成功了 这边的怡琴 怡琴给到野人 让野人来这边 待会儿救人 砸起这边 他再保一手 跳一颗火球 封你技能 这个点位 这颗火球 你别说啊 是颗泥球 不好意思 我刚才以为 跳了颗火球 刚想说 这边跳个火球的话 不让你连丝 不让你交闪现 但泥球的话呢 这边可以骗过去以后 交个闪吧 这个闪不舍得交吗 两分半 两分半的击倒 总量加起来 三台机 其实发财哥 这波满亏的 这波满亏的 这波被野人顶到 亏到骨子里了 本来是一个 蜘蛛宝瓶真胜的一个局 现在的话 是穷者宝瓶真胜 穷者这边 只要能卡半救下来 我觉得差不多 下一波救人 就接近鱼鸭机了 野人这边 肆无忌惮 骑着猪过来 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随便你怎么打 吐一口蛛丝 躲掉 好 这里看怎么救 怎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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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救下来 救下来的话 一刀打中 野人这边是个白血 应该是野人要 去修机子了吧 这边待会 应该是让 富兰修完机子 以后去救人 这边的话 应该是往富兰方向倒 心理学校 心理学校这边 机子修完以后 没事干了 野人这边应该是补机子的 杂技这边的机子能修掉 我们来看一下机子的一个安排 目前来看 好像这边还想野人来吗 那就是野人再救一波 还是让野人救 可能是考虑野人蹲着 然后待会野人手里有猪 真的机子不够的话 野人还能骑猪去打一打什么的 也可以啊 好像从结果上来看 差差不多 这边的话去摸机子 两台机子都接近于70 已经在修了 待会救下来 古董上还有个飞轮 发财哥 有点难啊 因为这个机子够了 这个机子够了 救下来 打一刀还扛住了 但这边的话 加哥是交出了这个飞轮 继续帮忙 98的机子 密码机直接点亮 发财哥 哎 等会 哦 眼睛红的 不好意思 刚刚这个面具 上面这个面具 跳到死角 击倒的话 直接减刑 手里面猪猪狗 减刑 减刑完 传送 心理学家这边还在点门 但发财哥要先看这边的门 有一说一说 心理胆子有点大呀 这 这心理这么点门的吗 确实这把直接亮 从结果上来看 好像并不是特别舒服啊 但是他们直接亮的一个原因是 可能怕这边发财哥 不断的吐丝 两口把这个古董商吐倒了以后 这个机子亮起来就更加尴尬了 但是当时这边古董商 直接倒在这个小角里面 好像也不是特别赚嘛 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不是特别赚 那这样的话打了个平局 打了个平局的话 需要马哥打一个三来加赛 也就是说这样的穷者只需要保平即可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打 我们下期再见